每個女生肚子裡都有蛋 那那個蛋呢 如果沒有破掉 就會變成小孩出來 那如果它破掉 就會變成月經 所以後來我女兒就說 我懂了 所以她每一個月就說我 不小心又破 她說那妳可以不要亂動嗎 她說妳亂動的話 妳那個蛋很容易破掉 我很想要有弟弟妹妹 她說妳可不可以維持 那個蛋不要破 就是他們的想法是單純的 那她說她回家愁眉苦惹 因為有男生說她喜歡她 因為她就回來跟我講 她就說媽媽我有一個苦惱的事 我說怎麼了 她說隔壁的有個小男生 她說她喜歡我 可是怎麼辦 我說很好啊 喜歡妳 妳就跟她講說 如果妳也喜歡妳就喜歡她 她說可是我拒絕她了 因為我跟她講我有苦衷 我說什麼苦衷 她說因為我家裡 有一個爸爸 一個媽媽 我就想OK 我說每個人家裡都有爸爸 她說然後我家裡 已經有一個哥哥了 所以呢 我將來長大是一定得要 嫁給我哥哥 這是已經 我說妳為什麼要嫁給妳哥哥 她說 沒有 她說 妳不是說男生跟女生 如果睡在同一張床下 他們將來就要生小孩嗎 那因為小的時候 我讓他們有時候會睡在一起 她說 所以我跟哥哥是睡在同一張床上 所以我將來長大 我一定得嫁他 那不然我要嫁誰 所以我只好拒絕那個男生 可是我發現 我發現我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長輩對於講到性這件事情 他就是很難以啟齒或者是解釋 會尷尬 因為像我很小很小的時候 大概國小吧 那個時候其實電視台 還有一個東西叫索馬頻道 就不知道是第六台以下 還是十幾台我不知道 反正就是你轉過去會 17台 第幾 17啦 那個時候 之類的 對 就是你轉過去它是那種 黑白收不到訊號的那種畫面 可是因為當時 但偶爾它有時候畫面又會顯現 裹不好 所以隱隱約約會跑一些東西出來 你知道嗎 我記得那時候我很小大概國小 但是因為我們家 有別的小孩年紀比較大 對於這方面開始好奇了 有一天我就發現 我們家的長輩在罵那些小孩 說你們怎麼可以偷看這個頻道 我就好奇 因為我才國小 我就說他們在看什麼東西 我媽在旁邊就跟我講說 有鬼 如果轉到這一台 鬼會跑出來找你 他每天晚上都會陪你睡覺 所以絕對不可以轉到這個電視台 然後長大的時候我才發現說 原來這個叫做索馬頻道 可是那時候對我造成陰影 因為我不敢開電視 因為我就是怕鬼會跑出來找我 2014年台灣性教育學會 針對全國 全台13校的學生 共2054人調查 結果發現 男性首次的性行為平均年齡為17歲 女性是18歲 而且有四成的人 黑手完之後就後悔 我想要請問七位型男們 你們在17歲之前就完成 跑到終點的清聚圈 為什麼要講這個 跟我這個問題 但我有一個疑問 我覺得這個調查有問題 怎麼樣 代表17歲的平均 都跟18歲的女生上床嗎 我不太相信 女生的第一次怎麼可能比男生晚 平均啦 平均 對啊 不太可能 沒有 因為台灣人很多男生的第一次 都是發生在交易的時候 付費的交易的時候 真的假的 對 很多男生都是 因為他們不會 所以你會想要花錢去學個經驗 對 台灣男生是 所以台灣很多人的成年禮 他們就是送自己去買一個這樣 第一次的回憶 對 比方說我們那個 對 高中同學 馬上要18歲生日 六 七個兄弟大家湊錢湊就湊 好可憐 真假的 維銘哥 維銘哥那你的 第一次是發生在交易 交易當中啊 交易 你也是交易 那你咧 我不是 我是 他也是交易 但是他收錢 他收錢 我收什麼錢 沒有 同學之間互相學習啦 所以你是跟同 你跟同校的同學就對了 交學相長 你是交易 那我看一下 只有 喔 還蠻多的耶 夢多 杜力 法比歐跟馬丁 都是在17歲就完成了 賈斯汀是幾歲啊 18 18 有什麼交易 我18歲 只有動物在那邊耶 生命耶 不是 不是 Oh my God 沒有 我那時候有交女朋友 比較乖一點耶 那個是悲海盜 我第一個女朋友 然後他 我那時候是Prom 高中的Prom 然後他特地飛來美國 跟我過Prom 然後那時候我媽媽是滿反對 也不是反對他來 但是反對他睡我的房間 都跟我在同一張床 但我爸爸說他18歲了 不要管他啦 然後我女朋友要來的前一個禮拜 我爸爸賣一個紙袋送我 我說這什麼東西 他說你打開 我就打開 保險套在裡面 我說 謝謝 他叫你怎麼用嗎 我說不用 他說謝謝 超尷尬 對 但就18歲 18歲 夢多是8歲嘛 我敢講 你 多少 我不敢講 那你如果說年紀很小的話 那跟你完成的對象 就是 蛤 不是我把姐姐 我 沒有... 就是 沒有...我沒有姐姐 我是我的 就是我潘藥 啪... 好羨慕你喔 好緊張喔 對啊 好羨慕你會講日文 沒有爸爸的女兒 沒有 就是我潘藥的姐姐 對... 其實我還滿晚 我到現在還是處男 老實講 你是今天是處男吧 我是基督教 所以我相信我 我已經從... 對... 但是你為你舉牌 你17歲之前就完成了 對 不好意思 你們牌子先拿下來 請問你們的 該準備的東西 是爸爸媽媽準備給你的 請舉圈 不是的請舉差 請舉個 請舉個 賈斯汀之後 你爸爸媽媽準備給你 法比歐也是 是 是媽媽拿給你的 爸爸 爸爸拿給你的 就是因為我爸爸很喜歡 讓我尷尬 讓你尷尬 對 我每個週末 我爸也是 去找他 然後他會跟我說 他跟我說 你... 你給你... 你想要我吃飯嗎 那我就說很飯了 很尷尬 然後他... 因為在法國 戴桃桃 我們會說我戴帽子 所以每次他會說 我給你很多桃桃 然後下次你去看你的女朋友 你拿我帽子 你戴帽子好不好 可是他會給我很多 然後回家的時候 媽媽發現... 然後更...更尷尬 對 更尷尬 我更好奇 想要問一下所有的新男們 請問你們第一次完成的時候 心情是很開心的情局圈 不是的情局差 經驗是非常美好的 非常美好的 沒有 夢多 你的不美好是 不是啊 因為 就是 因為我剛剛講 沒有 不是啦 因為那個時候就是 然後就是 現在 我說年紀 我說年紀 我都救不了你喔 不是那個時候我年紀太小 OK 加油 爸爸為什麼不開心 因為我覺得很早 女生覺得她很痛 覺得她很早 然後開始疼 兩個都第一次 對啊 第一次很痛 然後我覺得她不舒服 肚立呢 我第一次不是很完美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去那個女生的家 對 爸爸媽媽看到 沒有 但是她那時候 她有自己的弟弟 然後她就是下課之後 就是要載她的弟弟 所以她的弟弟就是在客廳 然後我們都在她的房間 然後她弟弟就一直過來敲門 我們坐到一半 弟弟就開始敲門 我們要趕快穿衣服啊 然後她要跟她弟弟聊天啊 我幫妳拿一杯牛奶這樣子 拿回來 又開始做 所以就是我們就是拖了蠻久 我覺得沒什麼完美 情緒一直被中斷 對 但是馬丁是在一個 很愉快的狀況之下 對啊 我就像說什麼會不愉快的 什麼會不開心的 男生就要這樣子就是 遊玩著就開心了 少俠那個笑容很開心很開心 就很一般啊 我那時候20歲嘛 已經夠成熟了 其實我從大概16歲就很想做 但是沒有機會 我一直都沒有女友 那其實在德國也有一些女生想要跟我 可是他們都不是我的菜 所以都拒絕 那終於找到了一個 這樣聽起來 男生的第一次也是會挑一個對象是不是 如果這個對象不是你真的很愛你 不會跟他發生關係嗎 我 自己承認 你回答 自己承認 我的第一次我至少 我不一定是我很愛的一個人 但是我至少覺得 那個女生要很吸引我 讓我覺得很開心 但是不是隨便一個學姐 她很想跟我玩 我根本不認識她 我也覺得她不好看 我幹嘛跟她玩 我覺得不好 我現在要等 但是年輕小就講夢多嗎 不是不是 當然我也理想 當然說我也想跟 現在我的想法跟夢都是一樣的 我年輕的時候都一樣 等一下七位喜愛 你們對於你們的第一次都印象非常深刻 到現在完全不會忘記任何 細節的情曲圈 不會的情曲X 第一次 忘記 都記得清清楚楚嗎 馬丁跟杜莉都記得 就是說因為第一次是有喝一點酒 所以你會記得對方是誰嗎 當然沒有 我說是不是全部都非常的清楚 就是沒有 我當然是記得 就是不是每一秒鐘都記得 就是每一個細節都記得 對 就是還是記得 杜莉只記得一直被打斷 沒有 對 我記得那個 然後我記得那個女生的臉 但是她的名字有點忘記 還有一會兒 我覺得妳是非常 desconfort conform你以為了 一樣的一種 寶貝 然後 到 一個人 女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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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生的